OK,大家好,大家好,现在是用这个 Fimola,如何自己设置Fimola在你的MacBook 或者是iMac,就是所有的Mac的电脑里面 上我的课之前,上我的影片课之前,一定要自己设置先 如果Mac的朋友,Mac的学生是怎样呢? 有些我们会送给你们一个link 所以你一click那个link的话,就可以自己去设置 首先我们要设置这个link 基本上你可以来这边 这个folder,你可以去设置整个folder下来 我们就等一下,等它设置了 OK,等它设置完过后,我看你的browser 你会到了那个folder 所以你直接可以打开了 打开的话 Mac来讲,你会看到一个folder WonderShareFimola 它叫DotDMG DotDMG就是Mac的format DotDMG就是Mac的format 你double-click它,其他那些也不用动了 直接 它会是一个类似zip file 它就会unzip unzip过后,你就会看到一个caster 一个caster的icon 然后一个menu install 其他那些也不用理 Caster icon就是你要right-click 你要right-click的话 你要open with Terminal 你要open with Terminal 你要right-click,你要open with Terminal 你click这个,然后你去open 你等一下先 等一下它就会打开这个了 OK,如果打开不到这个 如果你打开不到这个的话 因为它会问你 因为它会问你 你要不要open这个 如果你lock了这个东西 如果你lock了这个的话 你就去你的App Preferences里面 去看看你的security 看看你的security 有没有打开 通常install这个software 我们把它全部打开 打开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 它就会问你的password 如果已经打开了 就没有问题 打开了terminal 就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打开的话 你就来到 这个system preferences里面的security and privacy privacy 那边 你打开它 打开它的话 它就可以open 这个了 好像programming 你按enter一下 你按enter一下 你就等一下 大概一个五秒钟 它就会pop up 这个folder 出来了 pop up这个folder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这个 拉过去你的application 就可以了 这个拉过去你的application 这样它就start 这个copy的了 因为我之前有录过了 所以它就replace 如果你没有录过那些 它就startcopy过去了 它差不多一个600多Mac的software copy了过后 其实就弄好了 等它copy过 你不用crack 你不用找password 那是你不需要的 也不需要去关掉你的wifi 也不需要的 这个是做好了的 非常满意的 如果你真的是这个software 弄不到的话 你可以5块钱 10块钱去shopee 买一个也是可以 shopee那边 如果你要买公司电脑 你也是可以买正版的 做好过后 你就看到你的application folder 里面它就有了 这样你可以拉出来 做一个short cut 都可以 up to你们 不然的话 你直接在那边打开就可以了 打开的话 你就去等这个fimola来开 第一次开这个fimola的话 它会用长一点的时间 那个时间会比较长 可能一个15秒到15秒 它就看到这个folder 就开了的了 所以你就可以开new project new project的话 试试看看有这个界面 因为我们有这个界面 so你要test一下 才能不能够work的很简单 你看到有一个sample video 你随便拉一个video下来 你随便拉一个video下来 然后你可以take export 如果是去到这个界面 可以export的话 就是这个license完全可以用了的 这是从简介到export都没有问题 如果是跳不到去这一面 export选format的这一面 这样的话就证明了 这个install不成功了 就再次的install过 ok so如果来了这边的话 就成功了 这样基本上 你的fimola 就install完了 这样下一次 记得了 上课之前 我们要准备好这个fimola 先上或者先下的课程 影片课程我们再见了 拜拜